说起来就离谱 玩家最近在外冒险时 发现了个十分奇怪的村庄 这个村庄的房屋材料 不是用橡木板 而是最原始的木材 并且其结构 也与寻常村庄差别极大 玩家思来想去 觉得是这边区域的刷新问题 毕竟MC世界生成是无限的 有些错误也是难免 就比如前面视频中的边境之地 所以玩家就没特别在意 把它当成一个普通村庄看待 现在玩家需要个安身之地 他究竟找了些木材 在村庄的旁边建了一间房子 危险地与村庄不违和 玩家又修了一条小路 将村庄连接了起来 但他不知道此举 却与自己惹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解决住处问题后 接下来就是生存资源 玩家在房子附近找到一个矿洞 他的运气很不错 顺利达成钻石成就 刀钻石的玩家很开心 只是这好心情并没维持多久 当他在重返小屋 惊奇地发现 房子竟被毁了 并且里面的物资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果仅是破坏的话 物资应该会掉落在地上才对 玩家认为是他人所为 可问题就出现在这 此次游戏局域网服务器 它通通都没有用 那这究竟是谁干的呢 就得到为此困惑之际 一个叫做事故律师杰森的 奇怪村民突然出现 更让玩家震惊的是 这村民居然还能说话 他说他可以帮玩家把房子修好 不过前提 要把手里的钻石交给他 玩家答应了 那么这时候 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勇的话 请给视频点个赞 少选真的很缺赞呀 超勇就把超勇打在宫屏上 顺手点个赞 因为接下来就是高能武器啦 玩家来到杰森小屋 将钻石交给了他 至于他为什么会这么配合 主要是想看看杰森 到底在搞什么鬼 最后玩家又去往矿洞 而这个杰森 着实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 当他重返回来 他看到房屋真的被修好 除此之外 里面还多了三张床 以及一整箱的黄金 但玩家并没有很开心 相反 他很是疑惑 杰森为何要多死一举呢 要知道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 一个人也不会无辜对谁好 所以 这肯定是出于什么目的 果然 杰森发话说让玩家 为此支付一百克钻石 他很需要 玩家想都没想 直接拒绝 首先他根本用不了那么多黄金 再者 他也很缺钻石 可是这个村民 他压根就不听 又要强卖强卖 玩家说他没有那么多钻石 其实这些话刚打出来 面前的村民 突然 玩家吓了一跳 金帮挖开墙壁逃往外面 到这一刻他才知道 防得被破坏 到杰森的出现 全都是他本人的一场演出 其目的 就是想让玩家 为他挖断石 杰森不打算放过玩家 一直在后面紧追不舍 而此时的玩家慌得一批 恨不得多生两条腿 好在这里 距离大海不远 只要到岸边 他就可以乘坐小船 甩开杰森 但到那里他发现 小船不见了 毕竟身上的木头也不够 无奈之下 他只好选择游泳 杰森见死便没有再追击 不说他不敢下水 是因为水里 还有他的同伙 现在 玩家进退两难 杰森也适时发出最后通牒 要么一百钻石 要么被干掉 而玩家根本没得选 下一刻 天空忽然变得诡异起来 忽暗忽明 就要玩家震惊之余 杰森突然逼不过来 好了以上便是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记得点赞转发关注 我是邵轩 咱们下期见 是邵轩 请不吝点赞转发关注